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,各地正陆续公布2023年财政收支情况。 湖南省成为首个公开全年财政数据的省份,财政实力位居全国中上游,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达8.3%。 与预期相比,湖南实现了预期目标,支撑作用不断增强。 同时,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8.7%,增值税增长成为主要因素。 不过,财政收入增长仍然乏力,地方财政工作面临一些挑战。 2024年财政工作重点是兜劳基层三保底线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 例如,湖南省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,优化预算编制事前审核,确保节用域民。 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地方财政工作的稳定和发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